一杯多,一杯多就由下面流失掉了 沒有啦,就一公升要排掉四到六公升的水 就一公升的RO可以喝的,要排掉四到六公升的水 所以RO是一個最不經濟,最不環保 台灣,假如家裡有裝熬水,我希望你們把它廢除掉 很簡單,像我原來有在賣水機,我現在沒有賣水機 是因為原來那個模型是我開花的 那我上面要訂我的mark 因為大陸說,台灣的廠商說他們要銷全世界 因為我不做外銷了,這個給他做,我都可以 所以他mark就沒有做,結果後來 他銷全世界,因為速度很慢 我認為很好,別人認為不好 所以後來全世界都沒有銷 他後來轉回台灣來 那他一次做了,就四五個貨櫃 機器一開,一硬,就四五個貨櫃 希望我一次把它吃下來 我說我一次跟你買一個貨櫃就很多了 我不是做外銷的,我沒辦法做四五個貨櫃 所以我就後來放棄 其實我那邊很簡單 一個陶瓷,一個貨櫃,一個活性碳 含銀的活性碳,把它殺進,這樣而已 很簡單啊,其實也不必 我現在又發現一件東西 你們看到我那個玻璃屋裡面 我玻璃屋裡面有一個東西 那個是一個網子,塑膠網 那是高科技的 我是江環上面去曬,可以殺菌 那個網,你把它捲一捲 我現在在實驗在做 要開發一個氣形 我把它做鹽形的 冰箱,車桶,一點一點把它疊上去 我那水上面加下去 我由下面流出來 就是小蚊子水 小蚊子水,比如殺菌 就上面再做一層活性碳 就可以活性碳過濾掉 再加上那一層 我不用換 我只換上面一層活性碳就好 活性碳是把濾過掉 我下面那層啊 我把所有髒的水濾掉以外 它又可以幫那個水變成切成小蚊子 更好吸收 又可以殺菌 假如你家養魚 因為魚缸,不是有一個過濾網嗎 所以我們魚缸,一段時間水要不要換 要換水 用那個濾網下去 一輩子不用換水 水都滅去 只要把那一塊洗一洗就好了 那個就是水大科技的東西 它把金、銀都成奈米化 然後融到那個沙裡面 然後水過濾以後 就被切成小蚊子 好 眼睛 現在可以看陽光 眼睛看了 二十分鐘 然後 不叫思念 你的灰難 你的思力會好 我現在不叫你看陽光 我們現在要做動作 來看這裡 來腳抖一抖 距離寬一點 這樣 放鬆 腳抖高 這個灰漆 要訓練你的 平你的神經 低一點 腳高一點 身體低一點 腳再高一點 老師原來的